921地震过去十年了 但是慈济的这份爱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些受灾的相亲成为会员 有些培训成为志工 至于生活环境困苦的受灾相亲 直到现在志工依然定期关怀 在苗栗的慈济志工罗黄秀春 从小他的爸爸爱赌博 婚后他的先生爱喝酒 跟婆婆之间也有点问题 所以呢他日子过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让他也经常失眠 在921大地震发生过后 他看到了地区的灾情严重 他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所以呢他发心投入慈济 后来呢越做越欢喜 也解决了他失眠的困扰 现在连先生看到他改变呢 也跟着他一起做环保 重新找回了原本那一份 和乐美满的家庭 戴着帽子在菜园里采收青菜 慈济志工罗黄秀春家里务农 每天都很忙碌 为了做慈济 他时常牺牲中午时间 赶紧把事情做完 然后赶到环保站里 做自己最爱的资源回收 罗黄秀春做环保 先生也陪在一旁跟着做 以前夫妻俩常吵架 先生爱喝酒 加上有婆媳问题 罗黄秀春心里头很郁闷 十年前婆婆往生 每隔几天竟然发生了 久而一大地震 重创台湾 灾情惨重 人生无常把握当下 罗黄秀春主动投入慈祭 天天欢喜付出 竟然改善了失眠的老毛病 可以交付无事一分 我们去 真的烦恼全部完全放下 我不管去哪里做 我就很好睡 很好睡 一觉到天亮 有时候 看他这样子 也没有怨言说 哎呦 就这么无缘 又要做主作 可以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他很勤劳 反正有时间他都会配合 全力配合慈祭是 哪里有需要 他就往哪里去 充分发挥自我良能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詹德权李百合 徐政府赖真凌 苗栗报导